专组产业透视未来 欢迎来到车未来 今天我们车未来的编辑团队 很高兴来到了位于 桃园林口的林华科技 今天有机会能够采访到 我们的胡博士胡协理 你好 讲到汽车的科技 除了各位所熟悉的电动车联网以外 其实真正的最后的终极武器 就是所谓的全自动驾驶 而在车未来这边所谈的东西 不只是L124的自动驾驶 而是谈到没有方向盘 没有脚刹车踏盘的L4跟L5 讲到这个东西 基本上当然我们林华科技 绝对不能在汽车未来新科技里面去缺席 顺着这个问题问下去 想请教胡协理这边 我知道林华科技 我们都是从工业电脑起家的 当然在最近这几年 我们讲到了自动驾驶这一块 其实林华科技在边缘运算这个部分 非常的强 当然我们都知道 现在领先全球的自动驾驶技术 主要是以Google Waymo的自动驾驶 还有在中国大陆的百度领先全球 但是他们都讲云端运算 所以想请教一下胡协理这边 到底云端运算跟我们这边的边缘运算 有什么差异 以及我们将来林华科技 如何在自动驾驶技术里面 扮演它边缘运算 所应该有的一个角色 我稍微说明一下 所谓的云端运算 大家的认知跟 所谓的边缘运算 大家的理解 所谓的云端运算这件事情呢 其实应该指的是 从车子上收集到 大部分的影像跟Data 放在云端上 做AI的运算 甚至跑出AI的model 再把它implement到 H端 也就是车端上 让车子上因为Sensor所收集到资讯 可以很快地做判断 前方是车还是人 换句话说 车这么time critical的运据 如果没有在H上去做运作的话 立刻做response的话 再从云端再回来 这个时间可能真的就会 有安全上的问题 明华就是有看到在H端 这个机会做边缘运算 所以很积极地在这几年 大举的进攻进这个自驾车的市场 那也不是只有自驾车这件事情 就是想要想方设法 进入未来电动车这个大浪潮里面 去扮演一定的角色 博士您所提到的 有关于这个云端运算部分 因为它所需要花的时间是比较长 边缘运算的话基本上是在就近 等于说时间上面相对来缩短 对于自动驾驶的这个即时的反应 是非常非常重要 当然这是一个我们所了解的一个基本的差异 那当然我再问得比较更清楚的就是说 将来的自动驾驶到底是边缘运算为主 还是云端运算为主 还是两者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才能够把这个自动驾驶技术拉到 LS4或L5 我自己觉得是叫做边缘运算为主 云端运算为辅 如果讲个比重来看的话 可能是80 20甚至到90 10个percent 因为如果像刚刚的命题一样 如果大部分的问题没有在 H端去解决的话 其实不可能到云端去 我举Tesda的例子 它其实每一台车都有在 Record那些资料 不论录的资料 甚至是你驾驶人在开到某一个scenario 做出的判断 他都会把这些资料 collect到云端去 当做后面的database 去upgrade它的演算法 再把它implement到车子H端 所以这个是必须相辅相成的 因此像Tesla也有设立了一个 就是云端的centre Data center 这都是H端为主 然后云端为辅的例子 我想这个基本上 等会有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再回头来看 因为我想这个问题基本上还蛮大的 但是我想问另外一个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们的过去这几年以来 零华科技的一个重要的一些里程碑 在2015年的时候 零华科技买了一个英国的软体公司 叫做Prisom Tech 这家公司呢基本上它是以DDS 也就是Data Distribution Service 实时的资料分散系统的演算作为基础 当然这个东西基本上来讲 对于我们后来零华科技在后续的H.AI这个部分 以至于自动驾驶这个部分 它的发展到底买了这个Prisom Tech之后 对于我们的帮助有哪些 当然您这边也可以 我们可以把引申讨论到 在前年你们跟洪华联合成立了法博智能这家公司 它的AMR我们所谓的autonomous mobile robot 怎么样去连结从最早的 刚刚所讲的Prisom Tech 一直到后来的法博智能AMR 这一段历程 可不可以请博士您这边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其实DDS这个技术可能对一般人来讲是比较陌生 但如果讲它具体的落地应用 其实可能大家都知道 在拉法业件上 炮台跟炮台的沟通 炮台跟炮塔的沟通 其实就是透过DDS这个技术 当时我们的董事长就发现 这个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 for time critical的应用非常有用 非常好用 所以他就买了这家Prisom Tech 发现买了之后 除了在军事用途之外 好像在商业界工业界 好像不好推广 因为大家好像对这个技术 好像觉得很厉害 但不知道怎么用 后来他就想了一个 比较特别的行销方式 他就把DDS这个技术 Open Source 他想说既然好用 那就大家来用啊 后来这个DDS确实是受到一些玩家的喜爱 也开始再去使用 最主要的一个玩家就是RUS 这个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机器人开源平台 大家都可以去下载 一年下载的次数大概有1700万次左右 换句话说 这个1700万是后面代表的就是1700万的可能的商机 跟客户联络的商机 那DDS被adopt到RUS里面去之后 我们公司就开始一直往机器人这个方向去移动 怎么让所有机器人的控制平台可以很容易被使用 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我们在所谓的机器人 在RUS 在甚至是市场上做这种AMR 就开始有一点点声量 那这时候鸿海就来approach我们 就发现确实如果要找AMR的话 那DDS如果在RUS里面扮演significant的角色的话 那好像找林华合作很快 那鸿海可以扮演什么角色呢 他就把AMR的骨肉做好 那林华就是把他的脑子做好 这就是DDS在RUS里面的一个主要的故事 那很有趣的是在这三年前左右 就因为TL4他们所倡导的一个叫做 autoware的自驾开源软件 它其实是based on RUS这个平台长上去了 可以想象的是RUS就是一个更底层的作业系统 那为了要做自驾使用 做planning 做decision 它就是变成一个所谓的autoware based on在RUS里面 所以这个故事的逻辑这样就起来了 RUS里面有DDS RUS长上去是autoware 所以我们进去到了车里面 那DDS这件事情就因为这样子我们跑到了机器人 跑到了车 甚至是跑到了未来的车联网 车联网这件事情就开始受到大家的注目 我想这个基本上这个内容非常的丰富 但是我相信这个我们一般大众对这个东西还是懵懵懂懂没有很清楚 当然我觉得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更实际的例子来做一个比较 就是说刚刚协理您所提到的AMR 我们刚所提到的Atonomous Mobile Robot 它是一个属于智能物流运用的一个最新的一个科技 当然原来传统上面来讲我们是讲的是AGV 是automatic guided vehicle 是是是 那可不可以请协理您稍微来比较一下 从AGV到AMR到底这个差异跟它所运用的东西有什么不太一样 那我讲两件事情 首先讲AGV跟AMR的差别 AGV基本上还是必须要地上或者是被走过的平面有一些磁导的这个线 那AGV可以照着那个线去跑 那AMR它就不用看这个线 它可以放在一个实验室里一个会议室里一个仓库里面 它会自动去发现这个仓库里面有什么样的路 然后怎么去走 怎么从A点到B点 这是AMR的功能 也可以想象它就是一个在仓库里面 或者是应用场景里面的自驾的车子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 其实回应到刚刚讲DDS这件事情 未来这些AMR如果在仓库里面要去跑 以前的架构都是所有的资讯到云端去 但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讲到 这会有一个Ti-Lag 怎么很快的这台AMR-A跟AMR-B 很快的Handshake 你走右我走左 甚至是我有一群AMR我应该怎么去跑会最有效率 这个时候就可以透过DDS的方式很快的去做即时的沟通跟运算 在H端我们就可以把问题给解决 把这些需要立刻处理的我们叫做Hot Data 把它立刻处理好 一些不用的或者是比较需要长期储存的我们叫Code Data 我们再放到云端去让它去做处理 这是一个基本上AMR跟HGB的差别 我想基本上来讲可以不像说 因为这是讲智能物流 它应该算是一个封闭的场域里面去运作的 这是一个原则 这是一个前提 第二个就是说群积自主 这个群积自主的一个概念 用英文的意思来就是说 他们彼此之间可以互联 对 用最快的速度去决定他们该做什么 他们有群体感知 最后做出一个单一的群体决策 我不知道我这样解读是对的 是是是是您非常专业 OK 所以简单这样讲就是说 因为这主要是让我们镜头前面的朋友们 大家一起了解到 这样的一个概念 到底跟一些传统的有什么不太一样 等于说它可以用这样的最快的方式 很快做出一个正确的群体的决策 去做这个事情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未来的智能物流去做的 但各位会问说 到底是跟这个自动驾驶有什么关系 其实还是有些关联性的 这个部分如何去连结到 未来的自动驾驶 这样子一个概念 我不知道 协明这边可不可以也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 到底这个AMR 未来跟这个自动驾驶 有什么技术上面互通的一些东西 社长有说到一个就是群体互相沟通这个概念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 在车子的场景 A车在跑的时候 它可能往路口去 却在路口有一个 盲点或死角 假设B车 它因为车上的sensor或camera 它有看到 A车没看到的盲点跟死角 它就可以告诉A车 A车就可以更安全 或是更有效率的通过这个路口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for刚刚所谓的群体沟通 那你可以把它想象再更极致一点 假设未来的车子都可以彼此互联互通 甚至是交通号制灯都可以互联互通 我们就可以做宏观调控 把塞车的问题 把亦发生事故地方 降低车速 类似这样的事情 就可以implement到未来的 smart transportation里面 因为在今年五月 其实就是两个多月前 我们临华的刘董跟这个媒体 分享一下目前临华科技 未来的一个面向 其中最重要一个就是你们的边缘运算 这个边缘运算你们要合作的对象 其实涵盖了 听说涵盖了六大 全球六大科技厂商 包含了Intel NVIDIA Qualcomm 就是高通 还有AWS跟恩智浦 大概这几个非常大的科技厂商 当然合作的面向 不只是包含汽车业 不只包含自动驾驶 不过我们今天锁定在这个自动驾驶上面 就是说 尤其是NVIDIA 是我比较关切的 因为NVIDIA本身就是从图像开始出来的 跟自动驾驶是息息相关 我们这边 临华跟NVIDIA 当然包含其他的这些科技大厂 到底未来在自动驾驶这上面 会有什么不一样的火花出现 那么根据社长所讲的 这NVIDIA这件事情 我先讲一下 临华是NVIDIA在工业等级 全世界四大指定厂商之一 我们是它的Premium 的有点像是Member 这种感觉 就是它是我们很特别的供应商 我们是他们很特别的客户 四家的其中一家 那我们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可以early access到 它的一些最新的晶片 比如最近的叫Orin 它还没有上市之前 我们就拿到了 那Orin这个这样子的晶片呢 就是现在最夯的 在自动价值上 其实都是透过影像 甚至LIDAR 大部分的这个资料数据的处理 透过Orin这样子 NVIDIA这样的平台 其实很容易被使用 所以讲像NVIDIA这个事情是 我们是它四家 唯一的一家 去年比较特别的是我们跟ARM的合作 我们特别跟ARM有一个 全世界唯一的一个project 就是ARM真的拿钱出来 他想要进车载里面 但因为ARM离车 这个end to end真的太远 所以他们希望有一个东西 有一个载具去bridge 跟车厂去谈 所以他们特别找了林华 帮他做了两台电脑 可以让ARM这样子的架构 让车子的使用市场的这些player 可以知道未来是往ARM这边去用 那怎么用 可以用从这两台的prototype里面 先去使用先去学习 另外一个是像Quadcom 这是未来我们会跟友达 可能在Quadcom上 会希望能在智慧座舱 这个领域有多一点的琢磨跟合作 那Quadcom也是在车联网这个世界里面 最大的晶片厂商跟推动者 刚刚社长有叫那CV2X 我们也希望透过它的力量 也在车联网这一块 能有一点点的话语权 我想今天要问的东西 其实非常非常的 相对来讲是比我们前几集 比较更专业更复杂一点 但是我想今天 胡协里这边分享的东西 其实非常非常的清楚 我不知道胡协里这边 对于自动驾驶这个技术 我们讲不同的应用场景 就是Robot Taxi Robot Taxi就是我们一般的 轿车服务 所有的计程车将来都可能会变成Robot Taxi 你只要拿起你的手机 进入App去轿车 它就会自动到你前面来 然后把你载到最后你的目的地 这种终极的应用 胡协里您认为 银元凌华科技目前 这样子发展到目前 你们所观察到 所接触到的 跟这些全世界的大科技厂 所合作的状况 你觉得它什么时候 会有机会落定呢 我自己个人这样看起来 在中国2023年 他们会从只有十几台 可能会到百台 这种经济规模数量 Robot Taxi 但是这个Robot Taxi 它所运营的地方呢 其实是必须有所选择的 比如说他们现在运营的一些区域 其实都是有所谓的5G网路覆盖 为什么要有5G网路的覆盖 其实是要把路跟其他用路人的一些状况 透过所谓的CV2X 告诉这台车 让这台车的所谓的Robot Taxi 在载人的时候会更加安全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事情是 所有的这个区域里面 我们讲的一件事情 自驾车跟人一样 我们都希望这个场景 或是道路状况越单纯越好 如果有狗跑出来 像台湾有三宝 那我个人是觉得 你在怎么样的corner case 都不可能cover得到 这个车的安全性就永远会被question 那就永远不可能落地 换句话说 Robot Taxi要能够落地 就必须在 我自己常在讲的是在ODD 也就是对自驾车所friendly的一个区域 特别规划过的区域 比如说叫做内湖科学园区 你要进来这个区域呢 就是必须很单纯的电动车 或什么慢慢的一步一步的 或是自驾车进来这样 不然其他的车辆不能进来 类似像这样的概念 才能有机会让Robot Taxi去真正落地 现在有一派的说法就是说 未来 因为您刚所提到的确 corner case太多了 很难去做最后的这个cover 一旦发生问题的话 大家会怪罪到说 为什么要搞这个自动驾驶 没有人坐在上面 这个该要谁去负责 将来会不会有自动驾驶的专用车道 这样子会不会让他实现的时间点比较更能够提早呢 我个人看是有很大的机会 但还是要政府去做辅助 那我是这两个面向 除了辅助或辅导自动驾驶这个产业上来之外 其实目前CO2的议题 也是一个大家广泛被讨论 为什么讲这个呢 如果我们今天在德国的某个高速公路上 有一个叫做电动车优先车道 等于有点变相的去鼓励大家开电动车 他就可以比较Smooth的在那个道路上去跑 那假设今天电动车优先车道呢 你电动车已经上来 那电动车上来代表什么 电动车大部分都equip ADAS 那你上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慢慢去实验 像賓士的L3 那高速公路上慢慢去实验L3这个状况 是不是都很安全 慢慢就变成L4 这就是等于是法规 辅导 技术在特殊应用场景里面 最快落地的一个机会 这样子的专用道 不只是真的for公车 for未来的这个乘用车 我个人觉得也是还蛮make sense 当然您刚提到像賓士 这个还有某些品牌 现在开发出L3 因为目前我们路上所看到 大概都是L2 我们讲的ADAS 大概都是这样子 但是有另外一排说法又出来了 就说L3是最危险的一个等级 是 也就是说 要不然就是L2 要不然就是L4 在L3中间到底责任的归属 什么时候要换手接 机器作业 还是最后换成这个驾驶人为操作 这个问题 在转接的过程当中 谁要去负这个责任 这个可能是在责任的归属上面 会变得更复杂 我不知道 协定你对于这个方面 比较不是纯粹技术的 但是 这是属于责任归属面 其实也很重要 您的看法怎么样 两件事刚好分享了 其实很多的车 有DMS系统 就Driver Monitor System 其实Tesla也开始 implement这样的系统 就是当你的驾驶者 其实不是在正常的情况下 启动自动驾驶 然后你在那边睡觉 其实车子会alert 甚至是abort这样子的这种状态 那用这样子的方式 其实就可以很容易的去 至少做L3责任上的判断跟轨也 那我另外再举一个 第二个面向是 现在其实很多保险公司也都进来 比如说日本的Sompo 这家保险公司 就特别投资了Tier 4 好像也快30亿台币 就是想要去厘清 甚至是先去了解 未来自驾车这个产业 车跟人的责任怎么去归属 所以其实从技术的角度来看 感觉是可以被解决的 而且现在保险业者 也都进来去关心的话 这整个配套 就会比较快有机会去实现 最后可不可以请教协力这边 您有没有主动对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来讲一下我们零华科技 你们这么多科技的面向的发展 未来你们要怎么样往前继续往前走 包含跟全世界这么多科技公司的合作 零华今年有三个比较大的面向 一个是本来的主业 我们就会持续去耕耘去努力 另外一个刚刚就是社长所讲到了 我们跟友达的面板这个生意 怎么强加强去拓展原本 我们光零华自己一个人 单兵作战所做不到的事业 比如说刚刚有讲的就是 车载里面的Smart Carpet 这是我们因为AUO的投资 想要去做的一个面向 另外一个是更长期的面向 未来的大趋势 自驾车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做 未来5G这个市场我们怎么做 或未来真正有需要边缘运算的这个市场 这都是我们现在在探讨的一个方向 主要以这三个面向 是我们零华的未来的目标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零华科技 胡谢力跟我们分享的相关资讯 今天这个非常有效率 但是呢我相信各位观众朋友 听到刚刚所讲的对话 应该还是有很多在技术方面 跟汽车业比较不是很相关 比较属于高科技方面的面向 我想之后我可以再花点时间 我们再来跟大家来做一个细部的分享 不过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要预祝零华科技 在未来能够跟这些大科技公司 能够做更好的合作 都能够得到更多更丰硕的成果 我们今天谢谢胡谢力 还有我们的零华科技的团队 谢谢大家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